所以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那在第一張、第三張裡面 我們其實已經設計了很多基礎元件 譬如說多工器 然後譬如說全家器、半家器 16位元加把器 然後接下來我們設計了什麼 用上禮拜的DFF DFF設計出了一個位元的儲存器 然後接下來就暫存器 16位元的 接下來用解多工器和多工器 加上幾個暫存器 8個暫存器 就做出8字組的記憶體 然後一路往上 就做出64字組的 512的 然後4K的一路往上上去 那所以到這邊的話 我們應該已經把CPU所需要的基礎元件 都建立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直接進入CPU 去設計CPU 那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16位元的加把器 這個其實就是整個電腦的計算核心 然後透過這個加把器 我們設計呢 我們是從半加器全加器到16位元加把器一路做上來 然後透過這個加把器 我們設計出了一個叫做LU的東西 算數邏輯單元 那加把器跟算數邏輯單元之間的差別在哪裡 OK 加把器 以這個加把器而言 它就純粹做加把 但是這個LU除了可以做加把以外 它還可以做減法 OK 那它可以做反負 把它變成負的 OK 然後呢 它可以做NOT 它可以做加一減一 它可以做AND和ALL OK 所以這個LU基本上 它已經可以做加減ANDALL NOT 其他的呢 我們可以用軟體做 譬如說乘法 乘法怎麼做 到時候用軟體寫回圈去做 OK 那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所以 當我們設計出這個LU之後 接下來的問題來了 LU跟CPU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從LU到一顆CPU中間插了幾 這個問題好像有點難對不對 LU也可以計算啊對不對 但是 LU跟CPU之間 到底差了什麼 或者說 再更進一步說 LU跟整台電腦之間到底差了什麼 好 這一點其實你要回到逢扭曼架構去看 你才知道 到底差了什麼 好 LU可以做幾乎所有的運算 可是 這裡面有程式嗎 對 所以LU不能執行程式 這是它最大的問題 對不對 它跟CPU之間的差距 跟整個電腦之間的差距也就在這裡 它不能執行程式 即使是CPU 通常我們也不能說它可以執行程式 但是加上記憶體就可以了 因為程式是放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要打造出來的一個東西是 已經有了LU 我怎麼樣呢 它組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裡面可以跟記憶體共同協同運作 它可以把記憶體的東西載入之後 經過計算再存回記憶體 OK 那這就是整台電腦的功能 但是 這中間 有兩段 第一段 從LU到CPU 第二段 從CPU到整台電腦 所以我們 把LU再延伸出來 就會變成CPU 可是 請注意 這一個圖裡面的這塊RAM不屬於CPU的 這個A暫存器 屬於CPU的 B暫存器屬於CPU的 多工器屬於CPU的 但是RAM不屬於CPU RAM是在外面 好 那所以 至少我們必須要為LU 再加上暫存器 這些暫存器 有些 可以做連續的加法 或連續的運算 載入 然後 再做計算 再存回去 之類的這些動作 所以 我們需要幾個暫存器 通常一台電腦裡面 現在的暫存器是 CPU裡面是越來越多 各位 稍微去看一下 現在一般的RISC 就是 經典指令級的CPU 一般來講 都有16個以上的暫存器 通常 還常常有32個以上的暫存器 OK 但是我們這一台沒有 我們這台只有 兩個暫存器 OK 所以它是比較慢的 因為暫存器越多的話 通常會越快 為什麼 因為 記憶體比暫存器慢 慢很多 慢多少呢 100倍 以現在的技術 而言 大約是100倍 你記憶體 DRAM 它是用非常微小的電容在儲存 一個未圓 OK 但是 暫存器 是用 跟你 設計CPU 一樣的那種電路 也就是用 正晚器這些東西 在儲存未圓 所以 它們之間 其實有一個速度落差 其實在早期的時候 這個速度落差 不明顯 甚至 有一度 這兩個東西速度 速度是一樣快 但是 後來 技術 越來越大 之後 會發現 這兩個的速度落差 已經到了100倍 那 這個100倍 我們後面 就是 大概 大家做完CPU之後 我們會再來講 講什麼 這個100倍要怎麼克服 這個才是很多計算機結構課本 的重點 他們一開始就在講 怎麼改良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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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當你還沒有設計出一顆CPU之前 你去改良速度 你會覺得很空虛 因為 我都不知道CPU長怎麼樣 我怎麼改良它的速度 OK 所以這個後面 我們再來提速度的問題 可是 我們先 導定一顆最簡單最簡單的CPU 這就是Name to Tetris這門課的用意 那 我們現在想要把 這個架構 那進來變成 加上LU 變成一整顆CPU 那 這裡 還有一個元素 就是記憶單元 那我們上禮拜其實已經 最後跟各位 同學解釋過 記憶單元的電路 該怎麼做 那從這裡開始 那這個邊緣觸發的這些 各位 上禮拜我們都講過了 然後呢 開始做暫存器 開始做記憶體 一路往上升 這樣子 就夠了 可是 記憶單元就做完了 可是接下來 才是真正整顆CPU CPU的問題會出現 什麼問題 我要設計CPU 我必須要知道 指令級 我要 設計出指令級 那我應該要了解CPU的架構 我才能夠設計出指令級 所以這個是一個機身彈 單身機的問題 你沒有指令級 你設計不出處理器 你沒有處理器 你又設計不出指令級 所以通常是一起設計 好 那 一起設計 該怎麼開始呢 對初學者而言 這件事情有點困難 但是 對這門課也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的指令級是固定 因為他CPU早就已經設計好了 他就是把指令級 弄出來告訴你說 指令級長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這裡就牽涉到我們 這門課的 第四章第五章 Name to Tetris的第四章第五章 第四章講的就是指令級 他叫你寫組合語言 為什麼叫你寫組合語言 因為他告訴你指令級長什麼樣子 所以他先叫你寫組合語言 先告訴你指令級長什麼樣子 用他來寫程式 那你會寫這些程式之後 你就了解指令級了 我記得在我們應該說 在我大學的年代 有一門課是必修 那那門必修課現在 好像我們資工系已經沒有了 電子系好像還有的樣子 那門必修課叫做組合語言 有人 曾經 上過組合語言的課嗎 有沒有高職上來的同學 對 曾經上過組合語言的課 有啊 其實高職現在有些還在教組合語言 但是 教起來非常累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很多高職的老師 教組合語言的時候 要叫你灌豆子 然後用那個 非常原始古老的方法去寫組合語言 然後做那個中斷 因為我們現在的電腦呢 它已經太強大了 強大到它把你寫組合語言的可能性 很多都擋掉 那你要一下子就用 就用 組合語言寫 視窗程式 那彈何容易 可是 你要用組合語言寫 簡單的輸出路程式 那還有可能 可是 Windows這些很多已經把 簡單的輸出路程式的組合語言 把你封掉 所以你變得很難寫 那還是可以啦 還是可以 但是你會覺得 欸 為什麼是這樣 會覺得 中間有跳一段空的地方 OK 那這為什麼現在的組合語言課程 好像幾乎很多學校都拿掉了 沒有 可是 以這門課而言 我們 第四章 其實就是在學組合語言 你學了這個 Risk CPU 不是Risk 那個Hack CPU的組合語言之後 然後 你才有辦法 了解CPU怎麼設計 所以這兩個要一起設計 OK 那 老師已經設計好了 我們只要先看懂組合語言 那這個組合語言 一般是長這個樣子 add and jq load 這些 那 這邊是暫存器 R1 R2 R3 這是暫存器 ADDR 這是記憶體 記憶體位置 或可能會載入內容 或者是直接把位置當成常數 來用 那可是 Hack CPU的組合語言長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所以跟剛剛這一個你看起來就很明顯的不同 你看 add r1 r2 r3 我很清楚知道說 他把r2和r3加起來放到r1 以這個例子而言 那 addir r1 addr 代表說 把r2跟addr加起來 把addr當成一個常數 然後呢 加起來之後再放到r1 ok and r1 r1 這代表把r1跟r2做and之後再放到r1 你一般在可能arm的處理器或者是x86處理器裡面看到的組合語言比較像這個樣子 ok 那這個 下面這個是jmp指令 他會跳到某一個位置去繼續執行 也就是說 他可以用來做回圈 或做if的那種分支branch 那 jeq 就是 有條件式的跳躍 當r1和r2相等的時候我才跳到addr這個地方 road 把 記憶體裡面的addr這個位置的內容抓出來放到r1 store 把記憶體裡面addr 就是r1儲存到記憶體裡面addr位置 ok ok NOP 什麼事都不做 NOP這個指令為什麼要有這個指令啊 其實很多CPU沒有這個指令也可以做 NOP的指令就是什麼事都不做 那 他通常是用來 譬如說你做一個輪詢回圈或無窮回圈之類的 什麼是輪詢回圈呢 有沒有聽過輪詢這件事情 polling polling 輪詢的意思就是說 舉個例子我們現在的CPU很快 非常非常快 那 可是呢 我們的輸出入裝是很慢 你 以你的鍵盤而言 你多久會打一個鍵 就算你速度再快 你 一分鐘可以打一千個以上的鍵 那 你每打一 平均打一個鍵的 時間 也就是千分之一秒 ok 這已經很快了吧 ok 千分之一秒 但是問題是現在CPU的運作是多少 以什麼什麼時間單位為單位 大部分現在 你看到我們的CPU都是 2.4G 3G 以上的 這不是手機的3G 3G 3G 以上 ok 3G 以上 Giga是多少 Giga 英文的這個鍍良恆單位 數字單位裡面 是以千為單位的 所以 一千是多少 我們通常用什麼字母代表 K 對不對 Kilo ok K 那再來 一百萬 一千個一千就是一百萬 一千個一千 我們通常用什麼字母代表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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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ega OK 那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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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 一千 一百萬 那是多少 通常 通常 OK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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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就叫Giga 那 一千 那 所以 它是 十的九次方 對吧 一千 是十的三次方 一百萬 是十的六次方 一個Giga 是十的九次方 所以 你就算你的 打字速度是 以K計算 每分鐘K 可是我們Giga 是以秒計算的 中間 還差了六十倍 OK 所以你一秒能夠打幾個鍵 你一秒 如果再除以六十 你本來一千個鍵的 除以六十 六 好 只要除以一百好了 那就是只剩十個鍵了 好不好 只剩十個鍵 那我們Giga是十的九次方 那中間還差了十的八次方 也就是說 你按下一個鍵的時候 然後人家已經做了 做了多少 百萬千萬億 已經做了一億次的CPU clock 你每按下一次鍵的鍵 人家已經做了一億次的CPU clock 你希望這一億次他都在那邊等你啊 那這個電腦就是 就是為了遷就你而浪費了一億次的時間啊 那有時候真的得這樣做 很多程式還真的得這樣做 怎麼辦 就寫一個迴圈 讓他一直做Nope Nope 他什麼事都不幹就等你 但是比較好的電腦不會這樣 他會有中斷 所以他會趁你還沒打的時候呢 他去做別的事 去做其他的計算 等到你打一打的時候 他中斷趕快回來 再做你要的事 OK 這是另外一種方法 好 那 HackCPU的組合園 比較不一樣 他長這個樣子 他說 At i 就是 我現在要 定位 i這個變數 的記憶體位置 我去 設定要存取這個變數 接下來說 m等於1 在HackCPU裡面 他的m 就是指記憶體內容 所以我寫At i m等1的時候 其實就是i等1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一個 HackCPU的組合園 兩個兩個一組來看 你才看得懂 他到底在寫什麼 如果你只看單一個 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兩個兩個一組 通常 90%的情況下 是兩個兩個一組看 所以他寫 At i m等1 代表i等1 At sum m等0 代表上等0 OK At i d等於m 代表d等於i 因為這個m 就是指這個 位置所指到的記憶體內容 OK 所以d等於m 就是d等i At 100 d等於d-a 這代表 d等於i 因為這裡是100 因為這裡是100 OK 100 所以現在a是100 那d等於d-a 因為d之前是i d之前是i 所以變成i-100 再放到d 所以是d等於i-100 好 那at end and在哪裡 and在這裡 所以它是一個位置 一個位置 然後呢 我說d j-g-t 那代表說 at end dj-g-t的時候 它代表d如果大於0 我就跳 g-t就是大於0的事 它就判斷 前面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大於0 如果大於0的話 我就跳 跳到end 跳到end 它就不會執行下面這些指令了 於是它就 就直接到end去 去 然後end可能是一個 無窮迴圈就結束 OK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最後這個end的地方 它真的就是個無窮迴圈就結束 好 那這邊呢 at i d等於m 代表d等於i at上 m等於d加m 代表 因為m就是指 記憶體的內容 所以就是上 上等於d加上 ok 那d是i 所以是上等於i加上 所以是上加等於i 好 at i m等於m加1 所以m就是 i i的i加1 好 然後在這邊 go to loop go to loop 就回到這裡繼續執行 OK 所以這裡是一圈 然後 一旦跳到最後這裡 就結束了 就無窮迴圈就結束了 這個是hack CPU的組合語言 那所以你第四章 你必須要懂這個組合語言 然後有兩個習題 這兩個習題就是 請你用這個組合語言 第一個來寫出乘法功能 寫出乘法功能 因為hack CPU只有加法沒有乘法 所以請你寫出乘法功能 那你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兩個數相乘A乘B 對不對 那我每次把B一直減1 然後 然後A就一直加A 這樣子 就是總和一直加上A 那這樣子最後就是一個乘法 雖然它很慢 但是它是比較簡單的寫法 那如果你希望做比較快的 OK 那就可以用那個 A加A變成兩倍 對不對 然後 兩倍的A加兩倍的A 就變四倍 OK 這樣的方式 就等於是做了一個 一個倍數的關係 那這個倍數的關係 就等到 你就可以用比較少次的加法 就做完乘法功能 因為倍數的關係 你只要把它分解成二進位 你把這個整個倍數的 通通都算出來 最後加起來就好 OK 那這個是比較慢 比較快 但是寫起來比較慢 寫起來比較複雜 好 那所以接下來 Hack CPU採用的是哈佛架構 所以 它比較特別 它把指令跟資料 放在兩個不同的記憶體當中 好 那所謂的逢柳曼架構 就是一個記憶體 然後呢 有算數邏輯單元 空置單元 輸出路單元 那這記憶體裡面放的指令 和資料 指令和資料 全部都放在一個記憶體裡面 哈佛架構是指令和資料的記憶體分開 指令是指令 程式是程式 資料是資料 兩個是分開的 OK Hack CPU的架構 是用哈佛架構 你會看到 它的指令和資料記憶體是完全分開的 好 好 那 這個是剛剛我們看到的Hack CPU指令 那這個一定要成對來看 否則你會看不懂 然後跳躍指令 整個完整的程式 OK 那這裡就牽涉到我們接下來的 這一張是組合員 那它會帶出機器編碼方式 現在就告訴你怎麼樣做機器編碼 那這裡就引出了後面兩張的主題 後面兩張的什麼主題 第一個 後面那一張 這一張是組合員 後面那張是設計CPU CPU要解釋什麼呢 CPU要處理什麼 要處理指令 CPU裡面 記憶體裡面的指令長什麼樣 二進位 所以你除了會組合員以外 你還要知道這個組合員對應的二進位是什麼 長什麼樣 CPU才有辦法去解釋 那你要設計CPU去解釋這個指令 那你就要對每一個位員的功能 都要很清楚 所以你要去查它的指令表 你才有辦法對每一個位員的功能都很清楚 那當你對每一個位員的功能都很清楚的時候 你除了可以設計出CPU以外 你還可以幹嘛 你對組合器也差不多可以設計 因為組合器只不過是把組合員 因為翻成二進位而已 所以這就是第六張A 所以現在四五六三張 可以try 那 黑客CPU的組合語言的指令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是A型 就是前面有at 老鼠號的那種形式的指令 就是定值 那第二種是C型 就是computing 就是計算 計算 那A型前面一定是0 C型前面一定是111 OK 所以 你只要看斷第一個位員 你只要看斷第一個位員 是0的話一定是A型 C1的話一定是C型 OK 那這是它的編碼表 編碼表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C型指令 因為A型指令很簡單 A型指令就是0加上位置就結束 C型指令呢 你會看到 它這裡 前面有C1到C6 再加上前面這個A 總共是7個位員 這7個位員代表 它到底 應該做什麼運算 也就是它這個7個位員 是用來控制LU的 控制LU算數的幾單元 好 那所以你的LU控制線 必須要從這邊接過去 好 想清楚LU控制線 必須要從這邊接過去 接下來目標 這個就是說我最後 到底是要寫進哪些暫存器 那這些目標裡面 有幾種可能 第一種是完全不寫 第二種是只寫進M 第三種寫進D 第四種是寫進MD 第五種寫進A 第二種寫進AM AD、AMD這些 所以這是目標暫存器 那到底哪一些要被寫入 那後面三碼 它是用來做跳躍指令用的 因為跳躍指令 大家在 如果你已經設計完LU的時候 你還記得LU有兩個版本嗎 第一個版本是沒有NGZR的 有印象嗎 第二個版本是有NGZR的 那個NGZR到底為什麼要有 就是為了這裡 因為 你要用NG和ZR去判斷 到底現在LU的結果是不是0 如果是0的話 就代表EQ 成立 等於 兩個相減等於0 就兩個相等 所以 就代表EQ成立 這時候JEQ就可以跳躍 所以為什麼要輸出那個NGZR的目的 就在這裡 讓跳躍指令 可以根據這兩個 奇標來判斷你到底要不要跳 所以你必須要把J跟NGZR合併起來 接到適當的決定要不要跳躍的那個地方 也就是程式技術器的控制點 還記得PC嗎 他在第三章的最後一個模組 我們做的是PC PC就是程式技術器 他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INC 有印象嗎 第二個Reset 第三個 Load INC就是說程式技術器它會加1之後 再繼續 那 Reset就是按重置鍵的時候 它會重開機 那 那會 PC會設為0 然後 Load 是說 我要把一組位置 記憶體位置直接寫進到PC裡面 好 這對應到的就是 INC就是正常的執行 我下一個指令 下一次就是要執行下一個指令 這支INC的作用 Load的話就是跳躍指令 Jump CMP 所以 你要用這個去控制你的PC 這J1 J2 J3 是用來控制你的程式技術器用 好 所以 當 你大概了解它的指令架構之後 你就可以 再回到這一個圖上面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個程式技術器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剛剛那個J1 J2 J3 就是要控制它的 所以這勢必有一些控制位員 控制線路 控制邏輯檔 會在這裡出現 好 那 控制它幹嘛 控制它因為 它會存取 它是用來把指令記憶體的指令取出來丟給CPU去做運算 所以 你透過PC去存取指令 再把下一個指令丟給CPU去做運算 OK 那Hacker CPU的詳細架構大概是像這樣 這些 你在設計CPU的時候 直接把它都宣告出來就可以 他說這裡有個LU 你就先告一個LU 他說這裡有個D佔存器 你就先告一個佔存器 然後 名字叫做D 就好 OK 所以 他 這裡有個PC 你就把PC 宣告進來 有個A A 宣告個A佔存器 有個多工器 你就宣告個多工器 接下來 這個你千萬不要自己宣告 這個Decode 事實上不存在這個元件 OK 這個Decode 是 控制 控制 單元 CPU最難設計的就是這個 控制單元 所有的東西都是控制單元 這控制單元控制什麼呢 控制這些 C 這些C 控制單元 Ctrl的意思 Ctrl Bit 控制這些控制單元的位元 這些都是Decode所主控 所以你整顆CPU就是為了要設計這些C 到底這些C應該填入什麼 你只要正確的把它填入 你CPU就設計完了 這裡面可能還有一些組合 比如說用一些AND 用一些OR 用一些NAT 來做組合 所以這個 Decode的解碼單元 有很多C的符號 這個就是你要去第五章裡面設計 一旦你設計完成CPU之後 你把它跟資料記憶體 跟指令記憶體 這是ROM 32K 為什麼之前要設計到記憶體 然後設計到16K 32K 就是這個原因 好 好 那 欸 這一題 接下來又回到說 OK你有了整顆CPU 那你那些程式該怎麼執行 好 那這就回到第四章的習題 第四章的習題它說 請你寫一個組合圓程式 讓鍵按下去的時候 螢幕就會反白 那怎麼做 OK 這裡就牽涉到整個電腦 電腦在這 電腦在 其實應該還有一個CPU在裡面 但是這個CPU接上去之後 跟記憶體合起來 就是一台電腦 那一台電腦 它接上螢幕接上鍵盤 OK 這樣子 就是完整的電腦 那螢幕上面 我要怎麼讓它 一點一點的亮起來 那我的辦法 是我去存取這塊螢幕對應的記憶體 我把1寫進去它就亮起來 我把0寫進去它就按下去 OK 那這就是螢幕 這個螢幕是黑白的 是黑白的 接下來有個鍵盤 這個鍵盤呢 只存放一個 一個暫存器而已 它就是16位元的暫存器 那16位元暫存器 以你現在看到的鍵盤 其實遠遠足夠了 對不對 你的鍵盤有幾個鍵 鍵盤 通常我們這101Key的 那可是16位元的暫存器 可以存幾個可能性呢 16位元暫存器可以存6536個可能性 所以你沒有6536個鍵 你只有101Key 所以夠了 只是它有一些要分 我們我們的鍵盤比較奇怪 它有Alt Ctrl之類的 在這裡我們不管 我們的鍵盤 假設它進來就已經是16位元了 那它的螢幕的配置方式是這樣 總共每一個點都對應到其中的一個位元 所以你看這0011 這0011 OK 然後後面0000這樣子 這都對應到螢幕的映射方式 那你只要寫程式就可以把你想要畫的東西放到螢幕上 那你的組合圓程式第四章的第二題七題 你要寫那個程式讓鍵盤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螢幕會反白OK 這樣子你就可以設計完組合圓控制螢幕 了解確定你會組合圓之後 就去設計那個CPU 所以第四章做完了之後 我們才去設計CPU 那但是我剛剛已經把CPU的設計也講了 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我們今天把它再重複一次解說完畢 那接下來就是各位的事了 你要去寫第四章第五章的細題 有任何問題隨時問我 OK 寫完順便把第六章給寫主義器 因為也講完了 剛剛那個編碼方式就是 就是第六章需要用到 所以OK 那你就繼續開始你的作業吧 這一門課進行